越来越多高能宇宙射线Cosmic rays投向地球,但其来源沉迷,并长期困扰科学界。 日前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这些宏极地球的最高能量的射线不是银河系产物,而是来自非常遥远的星系。 据美国科技新闻网站The Verge9月21日报道,半个世纪以来,遍及宇宙间数量急速上升的高能粒子的来源问题一直无解。 不过,目前天文学家已经可以确定这些高能射线是外来星系的产物。 我们的太空重斥着宇宙射线,它们是一些微小的原子碎片,其能量大小不等。 一般认为,那些低能量或中等能量的射线是我们银河系Milky Way Galaxy内部的产物,很可能来自超星星,Supernovae或爆炸的星球。 星球爆炸时会将粒子高速甩向太空。 还有一种就是超高能宇宙射线Ultra High Energy Cosmic Rays。 这种射线令人困惑主要是因为没有人能十分肯定导致这些粒子能量如此巨大的原因。 现在这一问题已经基本得出答案。 国际天文学家历经12年时间,在阿根廷皮埃尔奥杰天文台Payer Orge Observatory的专门设施里, 监测这些宇宙射线研究人员在对3万多最具能量的粒子观测之后,绘制了一张它们在天空中的分布图。 根据分布图的显示,足以肯定这些粒子似乎多数都来自远离银河系中心的位置。 这是它们不来自我们星系的坚实证据。 密歇根理工大学Michigan Tech University的物理学教授大卫尼茨David Nitz和另一位研究人员表示, 目前人不知道事实要产生了这些粒子,但是这一研究结果确实给科学家指明了未来研究的方向。